大家好,我是TOT 欢迎来到TOT好物分享 今天的好物分享话题呢 有一点特殊 其实是一个女生专场 真的有点害羞 好,那我们就从第一件开始说起 第一件我要力推的 就是来自这个品牌 据我了解 他们家应该是有实体店和 某宝上面的官方旗舰店 那我今天要推荐的就是来自 他们家的一款 小内裤 发现他们家内衣的款式 其实是有偏成熟 也有偏少女 刚好店员告诉我说 139元5条 算下来一条可能从39元的单价 会便宜到20多块 我当时就买了三条内裤 但是我回来之后 我发现有一款 非常非常非常的舒服 于是我昨天跟朋友逛街的时候 又去他们店里买了这条内裤 它是长这个样子 哎呀,真的好害羞 要在镜头面前举起一条内内 先说一下它内裤的造型 它其实是一条粉紫色的 我在某宝的官网上面有看到有其他色 有黑色灰色蓝色还有粉紫 但是我在店里就只有找到这一条粉紫色的 然后它上面是有做一个这样子 露空的图案 前后都有 我当时拿到的时候 我觉得嗯,好舒服 我穿上的时候我就觉得 内裤后面有一个小标 它上面有写成分 66%的颈纶 34%的鞍纶 当内里是100%的棉 这条内裤的类型呢是属于hipster 我打算如果在店里能够找到其他颜色的话 我想去多囤几条 因为我经常就是会碰到这种 嗯,很好用的东西 然后去买的时候就发现没货了 或者是下架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弹性 它是我拿住了一段 而且这条内裤的收编很精致 它的内裤真的很舒服 它们家内裤其他的款式也很漂亮 然后有很多小蕾丝很少女 也有一些很性感的 大家可以去官网上面去看一下 那这条内裤它的标签价是39元一条 然后店里正在打活动是139元五条 因为内裤在店里面也是不允许试的嘛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平常穿的尺码 来选择合适的size 我穿的是M码 然后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 你们如果要是想买 或者没有时间去逛街的话 可以直接在描述栏里面 找到这条内裤的链接 好那第一个要推荐的就是这条内裤 第二个也是我们女孩子专用的 而且每个月都会用到 就是卫生巾 我用的时间比较久了 应该有快两年的时间 是我第一次去美国玩的时候 在超市里面买的 然后它的品牌叫做Always 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我是属于特殊时期 我的量会比较大 尤其是第二天的晚上 然后每一次睡觉大部分 十次来立假 七次都会搞在床上 然后直到我找到了这个 它上面有著名型号是Heavy Overnight 而且它上面就有标注 是有写一个十小时 大家看得到吗 基本上就是我睡前会垫一片 然后早上起来就完全可以hold得住 它是一个可以带十小时的超长的夜用卫生巾 可是你们看它的厚度 跟我的手机差不多一样厚 那这个型号呢 是只推荐给像我一样 可能每次来立假 就量会比较大的女生 如果你很苦恼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卫生巾的话 可以参考这个型号 我会把这个卫生巾的具体型号 放在描述栏 供大家去参考 那Always这个品牌 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 像护电啊 还有正常日用的卫生巾 我也很推荐 对于卫生巾来说 我们可能关注的就是它的质量 卫生问题 然后像这种包装的 首先就给人很安心的感觉 它上面有这个小孔孔 所以真的是做到密封的非常非常好 关于这个卫生巾的购买渠道 就是我也觉得很可惜 就我当时没有多买上几包 如果大家身边有可靠代购的话 可以从代购那里买 那希望我推荐这个卫生巾 可以帮助到跟我情况相同的女生 第三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男生拜托一定要关掉这条视频 一个护理液 那这个牌子其实是一个国产的品牌 它叫做胶岩女性护理液 这一瓶护理液我已经买了很久了 大概是在去年的春天或者夏天 已经快用完了 只剩大概这么多吧 之所以要推荐这款护理液 是因为我觉得它的使用感受 是我用过的所有护理液当中 最舒服的一款 每次使用它完之后会给我一种 很放心的感觉 无论是香味 液体的粘稠度 包括起泡度 还有使用完之后的舒适度 都还不错 就是有四颗星左右 那如果您有关注到这方面的话 可以去买来尝试一下 这一瓶好像不是很贵 我记得30多还是40多 因为是去年买的 然后就很小一瓶 这个是多少毫升 100毫升 很小一瓶 然后出去旅行的话 也是可以带的 所以这个护理液 我也是比较推荐给需要的宝贝 如果你再找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它 同时如果正在看视频的姐妹 你有发现过一些 比较好用的护理液的话 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因为这瓶也快用完了 我也想尝试一下 其他不同的品牌 如果说口碑比较好的话 我会买来尝试一下 好了那以上就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三件宝贝 真的是有点害羞 因为第一次就是举着内裤和卫生巾给大家 那以后我还会把生活当中 遇到的很好用的东西 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内容 我是TOT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啊这个发迹线 我也是醉了 可不可以不要让我这么凸啊 好 我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